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18日 已經是 星期三 昨天見到傑仔 做了澳門雙屍案 美高梅雙屍案 這宗案情 頗曲折 很有戲劇性 我想接下來真的可以拍成 電影 因為以往的電影 這些橋段其實是屢見不鮮的 當然牽涉到兇殺 牽涉到賭博 牽涉到逃亡 還有一個大隻佬劇情 好像酸果一樣 跑進深山 不過他不是十年之後 是即時抓到人 這個劇情充滿著離奇 但是 看到這個疑犯的照片更加離奇 眺上以為華記那麼狼 殺完人就跑進去日本 原來不是 這個兇手跟華記正能一樣 有九成的相似 我一時間就以為是華記 哇 有沒有搞錯 華記那麼狼 先堆倒了一個換錢的女人 接著就堆倒了一個妓女 拿了一個換錢的女人 六十多萬籌碼就輸了 這節要跟大家詳細說一下案情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這宗案很轟動 因為是相思案 澳門相思案 其實是7日發生的 露坦美高梅 發現了兩具的全裸女師 分別是一個女人 換錢黨 以及一個妓女 也是三十多歲 兩個人是被這個肉袍 腰帶勒死的 而這兩個其實都是內地人來的 換錢黨也是內地人 這個妓女也是內地人 這個疑犯 就透過逆容 不斷變裝 又大假髮 就避過了監視 最終就潛逃回大陸 這個司警 根據閉路電視 追查到他 跟大陸的公安合作 結果 大陸公安在17日 追捕了很多天 在湖南省 淮化市洪江 淮化洪江市的 唐灣鎮 拘捕了34歲的疑犯 澳門司警說 疑犯是否移交澳門 還要跟大陸說數 我想未必可以了 澳門好像沒有死刑 案情細節和他的作案動機 仍然要向內地公安了解 消息說 這個疑犯是有尋釁滋事等等的案底 警局性十分高 可能是當過兵 我估計他應該當過兵 有很強的反偵查的能力 反偵查的能力 經常是喬莊易容法案 湖南的公安早前獲釋他潛逃湖南之後 曾經懸紅執空 動用了700個警力 以及3000個居民 周圍去找 知道曾經是上了山 好像酸果一樣的躲起來 也都是 因為攔車問路 所以暴露行蹤 被問路的市民發現他 跟通緝令上面的相片相似 所以通知警察 把警察拘捕 回到大陸 忘記了 放鬆了 澳門司警 17日早上 即是昨天 交代安程 被捕的 男兒反姓趙 是大陸居民 拿著港澳通行證 在四月尾就去澳門 他也很本事 到五月尾就來不了 他就不幸運了 如果當日 當日被人剪了回鄉證 起碼殺死了兩個人 他也不用死了 住了很多間澳門和路騰的酒店 到了5月5日 他刻意用 人家登記的一間酒店房 買了一間酒店房的房卡 在五日晚上九點 就騙了第一個 女人上酒店 換錢 換錢黨 帶著大量的現金 消息說 5月6日零食一時 這個疑犯 撞倒了一個換錢黨的女人 拿了六十多萬港幣 到了路騰附近的一間賭場 把這些款項換成籌碼 最後賭錢輸了 當然啦 你的錢是看不光回來的 怎麼會讓你贏呢 還是殺人回來的 到了凌晨4點多 疑犯在酒店大堂 遇到第二個女人 那是妓女來的 所以把她帶回酒店房 搞完之後 還把她倒閉 不知道有沒有搞到 之後 大約兩個小時後就步出房間 一人送人 坐的士離開 到了5月7日 酒店人員執訪時才發現這件事報警 司警調查 疑犯 作案時曾經帶過假髮或戴帽圖被追查 警察接報後 兩個小時就鎖定疑犯 發現他已經離開關閘 回到大陸 然後通報大陸公安 結果大陸公安就經過 發現兇手 去了湖南 湖南人也真的很浪 以前很多大圈仔 都是湖南仔來的 其實大圈是講廣州的意思 但是後來 所有大陸下來香港犯案也通稱為叫大圈 其實 大圈是廣州的意思 很多人都把他混混啦 凡是大陸仔也叫大圈仔 其實不是的 有人發現他曾經駕駛一個電單車在湖南出沒 當局所以懸紅去緝空 消息說這傢伙 過往多次去澳門 司警調查說他很有警惕性 有很強的反偵察能力 出入通常會戴假髮 因為要光頭容易拍 所以 他 他的樣子跟華記差不多 我們第一眼說華記真是狼死了 把兩條女兒投亡去日本 教人買樓 然後 疑犯就住在事發的酒店 其實他也很醒目 每天都換不同的酒店 然後澳門大把爬仔拿的房子 因為那些踏馬仔 他通常在酒店搭到差不多一刻就有間房子 然後轉頭去賣給人 賣便宜一點 賺點錢 反正自己住不了 很多房子 很多船票 甚麼都可以賣 事發的住的酒店房就是爬仔 為賭客提供的皇后房 其實也不是皇后房 所以 一個人 可能拿十間 八間房子 然後拿去賣 所以他就沒有登記到 他懷疑約了換錢的女人上去 拿了她的60萬現金 其實是六十幾萬的 澳門日報說是六十幾萬 然後 最後 把這個手機的財物全部拿走 而且 原來犯案現場也被人清潔過 他 回到大陸 曾經逃入山 山裡面 進了山 更加難搞的 名字 叫趙某龍 趙子龍 趙某龍 有黑龍江的口音 身高約1.78米 跟華記很相似 光頭中等身材 曾經帶過假髮 好了 我們 看到這些案件 當然不是那麼好 你殺人 你打劫就算了 幹嘛要殺人 其實很多時候 人 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情 我想他也不是第一次 那麼兇殘 帶一個女人上去 殺完之後再帶另一個人上去殺 其實 有那麼兇殘的人 我也覺得 他一定不是第一次做案 一定是曾經 曾經很多次 所以將來 我也要奉勸大家 看到類似華記的人的樣子 就小心一點 隨時有 危險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 有多兇殘的 澳門 其實是一個罪惡性 因為 大家都知道 賭場牽涉到很多利益 有換錢黨 有放桂里 爬仔其實跟放桂里一樣 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不過有些 就是兼職踏馬 踏馬其實本身 是一個高尚職業來的 因為不是個個可以進去賭場裏面踏馬的 很多更加多是爬仔 其實就是放桂里 你會在賭場 以前蒲驚 匯力 很多時候 等等 會在賭場 會在賭場 會在賭場的 會在賭場 是來得住啊 那時候賭場沒有開放 之前 匯豐和中銀腿跪離機會都有不同勢力 有ον於 匯豐機 當時被水防控制了 而十四 只會退而求其次 做中銀機 匯豐 拿匯豐卡的人多 他們水防力量大 就要 馬住 所以他們就霸佔了匯豐機 而這個 中銀相對嚇少一點 沒那麼多人用中銀機 當然 隨著大陸在香港的力量越來越大 中銀也有多人用 因為以往 他們的勢力也有分佈 澳門充斥著黑社會 充斥著放桂里 很多罪案 賭場更多是輸了錢的人 停而走險 打劫 殺人 綁架 甚麼都有 所以 澳門 其實是會製造很多這種悲劇出來的 當然 本地澳門人 我們的本地澳門人 我們的朋友認識大傻家 他們認為 dropping他們也是在買票港比如說 provinces那些東西玩 nothing deles不賭 因為 他們看到的太多懶貌 我之前曾買英國ipt hospitals 旁邊有一間燒立飯店 我那時偶爾去 附近財神酒店 那間燒立已經倒閉了 變成大陸店 老闆說 以前送外賣 經常看到 送到上去 叫很多外賣 香港人被綁住 借了錢沒有錢還 就叫家人來熟悉那隻 有很多歧視 叫他報警救人 他說根本澳門人看得太多香港人被綁架 或者被人夾住 要去還錢 籌錢的東西 他們說澳門人 不會賭錢的 所以 奉勸大家 賭博無必醒 玩一下就算數啦 千萬不要分身 這個我也是國內人來的 我也輸得很糟糕了 立心 沒有戒 現在也戒不了 不過現在要不斷玩一下 有閒錢就玩一點 英國賭場每天都有 我也很久沒進過賭場 上次去黑池賭了兩棵 我都沒有賭過 倫敦賭場我都沒有賭過 真的可以解賭的 真的 所以 賭的東西千萬不要沉迷 這段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